人生越深的地方就代表它的血液血液源 日前国庆廉价股市第一个交易日股市一片绿油满面 主要是美国7号宣布新一波半导体出口管制措施 防止中国取得先进产品技术 尤其台湾在半导体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13号台北世贸举办创新技术博览会聚焦在四大主题 其中首次设展的半导体专区在会场中 更显台湾在半导体产业的关键地位 也期盼与东南亚国家合作 台湾的半导体对全世界做了非常大的贡献 但是未来半导体尤其是它的产品晶片 是所有产业的core的核心 那台湾的半导体应该是可以适当的 请他们来TIE展现我们的一些量能 展区总计460家厂商参展 半导体区域就有10家厂商出席 其中台湾第三大晶圆代工厂 更聚焦记忆体内运算 展出提升AI运算效能 及3D晶圆堆叠技术 多家厂商强强联手 我们这一次有10家的大厂 一起来共襄盛举 那我想这个未来台湾在这个半导体 这边一定会持续来努力 那半导体也会当成台湾 我想也是全世界各个所谓的传统产业的一个 转型的一个很大的助力 那这个我想在台湾应该我们会 持续来做出大的贡献 不过股市让护国神山变成政治棋子 也被破面临赴美设厂 加入美国的晶片联盟 更被当成围堵中国科技的发展利器 美国还没有伤害到中国 台积电就已经先中枪 可能也已经出现伤口 人机卫视曾经家吴志恒 台北采访报道